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肚子隆起的兔妈妈 佩奇和乔治在跟小羊苏西 还有小马配的罗娃 小兔瑞贝卡和理查德来了 你好 瑞贝卡 我有个秘密要说 是什么秘密啊 我妈妈的肚子拖出了一块 是因为它吃得太多了吗 不是 是因为它肚子里有小宝宝 你好 兔妈妈 你的肚子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小宝宝啊 没错 你想来听听我的肚子吗 是的 我想 你有没有听到小宝宝的心跳声啊 我听到了 就像这一样 砰 砰 砰 他刚才动了一下 是的 有时候小宝宝在里面会踢我肚子 小宝宝要叫什么呢 我还没想好 你们愿意帮我想个名字吗 愿意 我愿意 你好 土妈妈 你想喝杯咖啡吗 我不能喝咖啡 但是我现在挺饿的 那要吃胡萝卜吗 我不太想吃胡萝卜 不知道你家有土豆吗 当然 我家有 可不可以再配上一点果冻 还有奶酪 另外还要一点草莓酱 一个土豆配上果冻 奶酪 还有草莓酱 这样的食物搭配真奇怪 我们来一起帮小宝宝想一个名字吧 好的 如果宝宝是个女孩 就叫她小兔瑞吉尔 也可以叫她小兔露斯 叫小兔罗克山吧 叫小兔雪伦 我觉得不怎么好 佩德罗 小兔雪伦一点也不好听 我喜欢罗西 小兔罗西 这听上去棒极了 如果小宝宝是个男孩怎么办 哦 那么就叫她小兔卢福斯吧 叫小兔雷蒙德 小兔麦克尔 小兔麦克尔 真难听 叫小兔罗比 没错 就叫小兔罗比 谢谢你招待的土豆配果冻 奶酪和草莓酱 猪妈妈 不用客气 我们已经想好小宝宝的名字了 女孩的话叫罗西 男孩的话就叫罗比 两个名字都很好听 真遗憾 小宝宝不能两个名字都要 哦 我的肚子 都是因为你刚才吃了那些奇怪的东西 这跟吃的东西没关系 是小宝宝要出生了 现在赶紧去医院 立刻就去 千万别惊慌 再见 再见 祝好运 清单上的东西你都带上了吗 全部都带上了 枕头 香薰蜡烛 瑜伽医院 还有够吃整整三天的食物 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 有人在吗 我们的宝宝要出生了 你好啊 姐姐 你怎么来医院了 我这怀着宝宝呢 你忘了吗 我想起来了 你最好快点到里面来 我也进去可以吗 你得先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不要担心 生宝宝的话 总是会花上很久很久的时间 大家都快点让一让 我的姐姐要生孩子了 水壶有了 我们有好多好多条毛巾 这么多东西够在这里用上好几天了 我该把这堆东西放在哪 放在后备箱里 现在用不着这些 什么 爸爸 你做过了最激动人心的事 是吗 男孩还是女孩啊 都有 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宝宝 到了第二天 兔妈妈已经出院回到家里了 你们好 我们可以看看双胞胎宝宝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他们两个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都有了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他们的名字是罗西和罗比 结果那两个名字都用上了 是的 小兔罗西 还有小兔罗比 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两个名字 而且是我们想出来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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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